粉絲又提問了 因為上次一針上前線 粉絲說講得好簡單好清楚 就是要幫您 小伯們不懂全部前線都要教會您懂 因此一針請上來 粉絲問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該黨權政 為什麼離到期日越靠近的時候 買價賣價的價差比往往都很大 舉例來說 譬如說當你看到權政 我們看一黨標的 譬如說這一黨的標的 一針先告訴大家 它的到期日是什麼時候 民國111年的3月份到期 你看這個1就是這個1 3月份到期 所以是明年的3月份到期 是 最近現在200多天 好 那粉絲說那個什麼價差很大 所指的是在這 買價 賣價 這兩個價格拉很大 但這個算大嗎 這個是很棒的權政 價差只有0.01是最小單位 是差的很小 但是有些權政是差的很大 而且是快到期 可能是9月份要到期 下個月就要到期 這就是麻煩了 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請說 對 這個粉絲的權政 就是8月份即將到期的 這個月 對 就8月份就要到期了 我們講買賣價差比之前 我們先跟大家講什麼叫做買價 原來是這樣喔 對 那買賣價差比大 表示剛剛這個百分比變大 就是比較長的狀況就是 尾賣價拉得遠 好 那什麼時候尾賣價會拉得遠 有幾種狀況 第一 快要接近到期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權政有時間價值 時間價值遞減會很快 這種時候價差就會拉開 時間價值遞減所指的是 譬如說這一天你要到期 反正你的價值在這喔 距離快要到期的時候 你的總價值會一直遞減 沒有錯 這叫做時間價值遞減 對 那假設距離到期很近 這檔權政的這個履約價 離現在股價還很遠 其實股價根本沒有什麼機會 是衝向這個履約價 就是到不了那個價格 到不了的地方 這種很深價外的權政 就算股價有漲 權政價格也不太動 價格敏感度很低 因為這兩個原因不利投資人 為了健全市場 也怕避免客訴 所以這種狀況的時候 券商都不願意繼續賣 那不賣 我們就會把尾賣價 乾脆不報價 或者是價差拉開 只要距離到期 剩下15天以內 券商可以不報尾賣 券商可以不報價 可以 所以我這邊舉了兩檔 一個現在台積電是594 這檔是已經很價內 對 可是只剩下14天 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講權政 常常一直在講 價內 價外 幫我來一個白板 我畫一個東西 您就知道了 因為權政不是會有一個履約價嗎 就是你到最後用多少錢 去換那一檔股票 這叫履約價 但是我的股價 如果現在是在這個地方 這是現在我的股價 現股的價格 可是如果我做多 這個價格很高 這個叫價外 如果我今天是做空的話 應該說認售成正 那我是看跌的 我的股價在這 可是股價 這個履約價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對認售來說 做空的認售來說 這個叫價外 就是你看壞 下面的低還沒到 叫價外 你看多 上面的價還沒到 叫價外 如果到就價內 再聽懂嗎 清掉 所以高普說 台積電現在是五百幾塊 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到了 就到了 這叫價內 所以其實這個權政有價值 它價格是高於高達5.6塊錢 可是因為快要到期了 只剩下14天 券商這邊是沒有掛價的 所以你看 15個交易日內可以不放 是是 它就不繼續賣了 所以唯買價這邊 你看量持續有爆出來 你想要賣回給券商 券商可以回收 可是我新的權政 我不繼續賣出 我這邊唯賣價是量 不過這樣有道理 因為都要到期了 你怎麼可能還在賣出來 對 就是我賺到錢了 我要賣回去給你 你就要幫我買回去 我就是收 捐商就是回收 跟你講 這個唯買是券商的角度 所以他要幫我買回去 沒有錯 那如果是很價外的權政 這個只剩下20天就到期了 這個根本是到不了的一個價 它的權政價值幾乎就是零了 0.01 那你看唯賣價這邊掛了一個0.07 價差兩個之間 差了0.06 太大了 太大了 粉絲講的就是這唯買賣價差太大 所以有可能這個不是券商掛出來的 可能是市場其他投資人掛的 所以呢 如果我看到我本來想要買這檔權政 可是看到唯賣價這麼貴 然後買賣價差太大 如果我真的硬要買 不好意思我是買貴的 是的 我就不要碰了聽懂嗎 沒有錯 就這樣 是沒有錯 不划算來看下一張 那如果遇到之後 你怎麼辦呢 壁掉 那我們剛剛講全震美感這麼多 第一怕我們交的行私比例 還有Delta值 然後還要看微買賣價差 其實不用擔心 全震新手 你只要養成三個好習慣 就可以幫你規避掉大風險 第一個 一定要嚴格設定 停利停損點 見好就收 不要把以前買股票的那些 壞習慣帶過來 有賺就跑 對 往下攤平這個買全震 是絕對不行的 那義正我問您 人家說這個 跑短或當衝就跟搶銀行 有賺 搶到有賺就跑 全震也是這樣 全震絕對是用這一條 所以操作全震等於搶銀行 沒有 有賺就離場 可是你這樣講很容易懂 大家會記得 謝謝 再來 第二個 你要配合肋骨輪動 千萬不要跟它天長地久 原先股價在594 我看好它應該漲到620 但是股價如果不漲反跌 我的認購捐測 原來設定的600塊錢 已經變得價外更多了 表示本來設定的條件改變了 這時候我即使持續看好 我也要換檔 沒錯 對 第三個很簡單 你只要全震挑出來以後 三個條件 只要有符合前兩個 其實都是好全震 第一個我們一再告訴大家 買賣價差要選小的 對 單量要足 單量足就是 尾賣單 尾賣單 鋪單量都要多 沒有錯 所以直接先舉例來看 尾賣價1.55 尾賣1.56 最小價差0.01 是符合的 夾得緊 夾得緊 尾賣量998張 尾賣量950張 單量足 你容易買得到 容易賣得掉 鋪單厚 沒有錯 你看我現在都學會了 對 完全專業術語 OK 再來小白買全震 距離到期天期 至少三個月以上 就是長一點點 不要買快到期 三個月以上基本款 一個月兩個月 沒有錯 所以距離到期幾天 你就是看全震代碼的中間 這個前面是民國年的尾數 後面是月 如果我們現在是八月 至少三個月以上 那你應該要買 現在八月 九十十一月 所以十一月應該是B B 沒有錯 就今年的話是110年 所以至少要0B還有0C 有C嗎 有 就是12月 對嗎12月 對 就是0B0C以上的 才可以買 沒有錯 或者是這邊是1 1或1213 對 或者是這邊就直接選1開頭的 對啦 這邊1開頭的 這樣就明白 那最後一個 如果你選出來 全震還是很多檔 你可以再多加一個條件 看你要看西施比例 還是有Delta 那就是選相對大的就好 好 感謝一貞 謝謝您了 一貞人真好 只要粉絲提問全證相關問題 我就把它丟給一貞 一貞說 沒問題交給我 在今天學到了很多 為什麼會有這個買賣價差 價格差的這麼大 回到第一張 理由很簡單 拜託人家都要到齊了 15天內就要到齊了 確實上是可以不報價的 第二張 三個好習慣 這些的好習慣 剛剛這個一貞 其實一再苦苦婆心 每一次上前線都會在叮嚀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 總之保護自己最重要 一貞沒錯了 很中肯正確 謝謝您了 接下來臨終請上來 也要帶給您很中肯很正確的 明天看法重點囉 對 那美國SN制造業指數 昨天下降 那後續影響的資金 如果更寬鬆的話 這股市加分 這禮拜五有非農數據 這很重要 可以觀察一下 美國的確診數 目前還在上揚當中 這個部分大概要持續的了解 美元指數現在比較弱一點 如果持續震盪的話 弱勢震盪 對股市也是一個好事 台股的指標 大股包括聯電 那航海長榮跟旺海 這個都可以看一下 林莊問你 就像您講的 確診數很不好 可是資金還是很多 每股續航力都還在對不對 對 他們不反應利空了 你看吧 講得真好 觀眾朋友現在十一點半了 美國股市 真的在資金簇擁之下 今晚繼續漲 那有沒有其他的利空呢 會左右了嗎 鎖定待會兒的深夜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們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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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